谢赫亚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简称哈马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 1936年 他出生于加沙一个巴勒斯坦富豪家庭 因完足球脊椎受伤 导致下肢瘫痪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 一日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当以色列战胜了阿拉伯联军后 占领了大片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亚新一家和百万难民被赶出家园 从此亚新对以色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流亡埃及期间 他深受伊斯兰原教职主义思想影响 并加入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 亚新从埃及返回加沙 从事宗教宣传和扶贫就困活动 逐渐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1979年 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了和平协议 时中东地区发生巨大震动 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 在阿拉伯世界发生严重分裂情况下 1982年 以色列乘机入侵黎巴嫩 对当地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血腥杀戮 并学赶出黎巴嫩 巴勒斯坦解放事业造的最大一次致命打击 面对以色列也蛮行径 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强有力行动 在巴勒斯坦各大抵抗组织中 向以色列妥协让步的倾向 开始占据了上风 但是亚新表现非变强硬 极力反对任何妥协 坚决主张要用武力收复实地 当年 他秘密成立巴勒斯坦圣战者组织 筹划反抗以色列的武装活动 以色列当局很快将亚新逮 捕 判处其13年徒刑 两年后 巴以进行交换战俘活动 亚新获得提前释放 1987年 亚新在加沙正式成立哈马斯组织 多次袭击以边防军 并制造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自杀式爆炸事件 引起以色列国内极度恐慌和不安 以色列将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 开始追捕 驱逐哈马斯领导成员 1988年 亚新再次被捕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直至9年后获得释放 出狱后 亚新仍领导哈马斯 进行抗击以色列斗争 并坚持认为武装抵抗 是结束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唯一正确选 在亚新领导下 哈马斯成为仅次于 阿拉法特法塔克的第二大政策力量 在亚新看来 和平一词蕴含着犹太人 必须撤出所有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之一 于是强烈反对巴以签署的任何和平协议 而阿拉法特之前也主张暴力斗争 后来开始改变策略 认为只有和坦才是出路 因此阿拉法特为阻止哈马斯发动更多自杀性爆炸事件 曾先后三次将亚新软禁 2000年后 随着巴以流血冲突不断加剧 以色列沙龙政府加紧对哈马斯成员进行定点清除 2004年3月22日早晨 亚新在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 遭遇以军导弹袭击 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亚新 亚新倾车粉身碎骨 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炸身亡 亚新足于68岁 这位白居老者在轮椅上度过56年 领导哈马斯17年 他去世后 哈马斯仍继续坚持武装抗击以色列 在生前 亚新曾有一句名言 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 妖门殉岛 妖门胜利